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步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奏你的慈爱 他的诉说你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非常的兴奋 又可以在一起聆听神的话语 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救生的圣灵帮助我们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 可以写习你的话语 祝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保育我们 让我们可以更亲近你 更爱你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对仰望都交错在你手里 在耶和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 爱里面没有吉帕 吉帕里面没有爱 爱就完全就把吉帕吐起 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 耶稣的爱 弃走了什么呢 吉帕 很多人信了主 但是呢 他是外在的信主 他心里面呢 还是充满着忧力 耶稣呢 告诉了我们 他被神医治了 因为他感谢 因为怎么呢 他害怕 所以当我们呢 明白到 这个属灵战争 是魔鬼呢 他一直攻击我们 要我们放弃 相信 耶稣的能力 他用很多的轨迹 和作为呢 来打倒我们 希望我们 失败 希望我们 远离耶稣基督 他呢 给我们什么 恐惧 让我们胆怯 胆怯呢 使神的儿女呢 没有办法 遵循神的旨意 承受神的允许 也会隔断了 我们的主权和永神 为什么胆怯会让人 无法承受神的允许呢 诸行神的旨意呢 几个例子 圣经中的例子 彼得三次不认主的 眼睛是什么呢 因为他害怕 他也被抓 耶稣当时 被犹太人 抓起来了 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凡是每一个人 都跟随耶稣的 他们都想把他打一顿 或者惩罚 彼得 害怕 胆怯 他不要牵连到 与耶稣有关系 所以他说 你也是他使徒徒 他说不是 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 另外一个人说 你是跟随他的 我不认识他 然后第三个人说 我看过你 跟耶稣在一起 他说你胡说八道 他就走了 为什么彼得 不认 不否认 不承认主耶稣呢 因为他害怕 害怕什么呢 也被抓 也被打 所以呢 魔鬼的诡计 就是将我们恐惧 胆怯 让我们 失去我们自己的 冷静的 这个想法 让我们 离开耶稣 让我们不认识耶稣 让我们不 不要接受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呢 这个经节告诉我们说 耶稣是非常爱我们的 当神的爱 全然光照我们 急怕便会离开 所以当我们面对 急怕的时候 要知道胆怯并非神创造的计划 也不在神的救赎里 里面 是因为人的犯罪 罪落 忘记神 心里才会充满 害怕的情绪 但我们 仍然有盼望 在新天新地里 没有罪 也没有胆怯 因此呢 面对属灵 战争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要知道的事情 就是 胆怯 与神同在的关系 所以 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 胆怯就被 欺负了 所以 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 有问题的时候 记得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与你同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你恐惧的时候 牢记着圣经的经节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 耶稣 那我们有什么话害怕的呢 耶稣 耶稣的爱呢 是无条件的爱 祂是创造世界宇宙的神 当祂爱我们的时候 祂的爱呢 能够支开一切 祂的爱 能够胜过一切的恐惧 因为祂呢 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首诗歌 叫做活出爱 我很喜欢听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爱我们 我们要活出爱来 不要害怕 永远的敬拜神 永远的仰望神 不要离开祂 祂的爱 永不改变 祂对你的牺牲 是不能够用以恩表达的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我出来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熊熊爱活 我们一起向世界 活出来 亲爱的天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份爱呢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要更深 测不透 摸不着 但我们就看得见 祂的爱 是这么真实的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甘心给 用心爱 把心中这一份爱 活出来 我很喜欢这首诗歌 当我非常 消极的时候 伤心的时候 这首诗歌 鼓励了我 因为耶稣的爱呢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姊妹 来吧 拥有耶稣的爱 我们就不急趴了 拥有耶稣的爱 我们不胆怯 拥有耶稣的爱 我们可以掌生一些问题 好 我们去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主耶稣 今天让我们明白 你的爱永远不变 当我们拥有你的爱的时候 我们明白 如果创造世界宇宙的主宰 以我们同在 我们什么都不怕 因为你一定产生 感谢你 在主耶稣基督 感谢你对我们的爱 感谢你对我们的祝福 我们奉耶稣的灵石上感恩 在这个时刻 我唱一首歌 我唱着耶稣基督 唱首情歌 在这个时刻 我高举双手 唱着耶稣基督 高举双手 高唱我爱你 主 高唱我爱你 主 高唱我爱你 主 主 我爱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